《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 昨天11号这天揭晓了 瑞典16岁的环保少女桑伯格最后是当选了 那一直被看好也是读者 票选第一名的香港反送中示威者落选了 后来这美国总统川普长子小川普 对此提出尖锐批评 他说这个《时代》杂志 背弃为生命自由而战的香港示威者 选择一个已经是行销噱头的瑞典少女 小川普的话是不是有点刻薄了呢 是不是只代表西方保守主义的立场说话呢 其实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最后结果出来之前 《时代》杂志按惯例搞了一个读者调查 今年的这个读者调查还特别的热闹 算预选吧 2700万人参加 在香港街头抗争者的代表黄之锋 当时也呼吁人们踊跃投票 让香港的抗议者成为时代风云人物 让时代杂志封面成为反送中运动的国际战线 有这么个说法 在最后当选人物出来之前呢 有一个就类似像《最后入围》这么一个程序 有意思的事是什么 在这儿 习近平也入选了 习近平和香港抗争者双双入围十强 最终谁能当选呢 几乎就成了时代杂志 你站队站哪一边的一个表态了 而且这意义还要远远超过时代杂志本身了 你想 这个时代杂志这个封面人物 一直是西方国家为主的一个 就是判断世界潮流 对世界现在正在发生的什么事啊 表达关注的一个平台 所以就有了更强大的意义了 是对中共的最高领袖习近平关注呢 还是关注香港那些留下遗书的年轻抗争者呢 是极权统治还是人民的权力 更能够获得更广泛的民意的点赞呢 结果呢 最后结果出来之前一天 习近平就被香港抗争者挤出了前五名 香港反送中抗争者获得高达91%的选票 如果这次香港民众获选呢 不仅会让中共颜面扫地 而且真的会在西方世界各国 它已经开始封堵中共的这个扩张渗透了嘛 你看这个NATO在这个北约 也就是刚发生的事情 已经把中国树立为威胁了 在这种局面当中 好嘛 你实在走开 再凭这么一个封面人物把香港立起来了 那就是全球民意的一个指标 是全球公投啊 然而结果的确是令人遗憾的 得票率只有百分之四点几的桑伯格 却成为了封面人物 要是这样 你还搞什么读者评选干什么 你直接按照你时代杂志 它不最后有个解释吗 说主编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那你早就决定算了嘛 你玩我们读者干啥呢 还要腐逆得罪读者干什么呢 我做过一期《历史上的今天》 讲过时代杂志创刊人鲁斯的故事 鲁斯是一个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儿子 他跟中国的渊源很深的 正是他创立的时代杂志 为当年的美国了解正在艰苦抗战当中的中华民国 起了关键作用 宋美龄能够到美国国会演讲 美国的飞虎队能够到中国来跟日本人拼杀 时代杂志功不可没 蒋先总统和宋美龄都是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的常客了 鲁斯对中国的态度可以追溯到他那位传教士父亲 你看他认为蒋介石 说蒋介石是东方亚洲最早信基督的国家领袖 所以你想 他是传教士之子嘛 所以对信基督的人自然是特别有好感 中共那边的无神论 压迫宗教 驱赶基督徒 他就特别的憎恶 时代杂志这种反共的态度一直持续到鲁斯去世 它是60年代末去世的 中美关系恢复所谓恢复正常 是70年代初开始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时代杂志就开始了 就慢慢变化了 到了这个90年代以后 这邓小平七次 包括79年时代周刊的这个封面人物 时代杂志跟随着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的色谱 慢慢的就转到了左翼去了 这一次时代的年度人物 放弃了民意呼声最高的香港抗议者 不过我这里是没有看到有关中共是否 在后面下重手干预了这个结果的改变 这个我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信息 我相信以后真相会出来的 有没有干预 但至少这个结果上北京方面 这个松了一口气 在这种极度内外交困的情形当中松了一口气 从贝离创始人鲁斯的出院 从贝离对自己对读者的愿望 我想这个小川普的尖锐批评第一句话说 《时代》杂志你背离了背弃了为生命为自由而战的香港示威者 我觉得这第一句话不刻薄 说的对 那么他的第二句话呢 他说这《时代》杂志啊 选择了一个是行销噱头的瑞典少女 这话说的对不对呢 刻不刻薄呢 这个所谓行销噱头后面有的怎样的深层含义呢 我们今天详细说说这个 格雷塔·桑伯格 这个桑伯格是他的姓 在瑞典语里面的发音更接近这个同贝离这个发音 我们就按那个英语发音 桑伯格一直来说下去 桑伯格的爸妈都是演员 这个桑伯格呢 从一个陶克的少女迅速成为红遍全球的环保人士 你说他这个发展是怎样的一个因素促成的呢 桑伯格从小是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我做过这个阿斯伯格就是这个自闭症啊 这个历史上今天我做过一期节目 对这一类的患者呢 我充分的表达了我的关注 但是桑伯格自己 他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女 对气候变迁和科学认知程度到底有多少 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这个自闭症对他的影响到底有多少 这不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 我要关注的 是到底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底子薄的少女 怎样成为环保大师的 你想 自闭症啊 跟人正常沟通交流困难的 怎么去做那么大的演讲 收获巨大的关注呢 这里面没有运作是不行的 我们就看看这个内幕 首先作为推手 第一层就是他的母亲 一位歌剧演员 在白老汇 纽约白老汇也上演过 当过演员叫艾玛 他让桑伯格从家中走向社会 桑伯格说是为了降低家庭的碳足迹 他改了生活的方式 什么是碳足迹呢 人走路不是会留下脚印吗 叫足迹 碳足迹就是一个人日常生活每天生活留下的温室气体的数量 使用二氧化碳作为单位留下了生活的足迹 那这个畜牧业啊 养牛养羊这些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所以桑伯格就决定不吃肉了 减少碳足迹 因为交通工具 现代化交通工具要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嘛 所以桑伯格决定说我不坐飞机了 今年你看他从这个欧洲到联合国来演讲 他坐帆船呢 很昂贵的 反正你想能跨大洋的帆船多昂贵 从欧洲到纽约 当然了最后他怎么离开纽约的 那个为他这个坐帆船呢 要多少后勤人员的支援 有多少水手专门坐飞机过来 要把船开回瑞典去 另当别论了 总之 桑伯格是一个象征 你们只需要看他表演出来的这一面就行了 你看他后面是怎么生活方面 有很多照片说他在火车上用的这个 不是环保的杯子 用的所谓环保的杯子 吃个面包把那个皮的给包了 所以说他其实并不是他真实表演出来的这一面 那么艾玛当时就跟媒体说 桑伯格他有超感官功能 他坐那他肉眼就能看见身边的二氧化碳 桑伯格每个星期五都逃课 到瑞典国会大厦前面举一牌子 抗疫气候变暖 桑伯格的妈妈就把女儿这些本事给介绍出去了 然后还赞同他这个陶克 意外的就得到了一些人的关注 那么关注他的人是谁呢 这就是第二批推手了 公关公司出现了 这家公关公司原来是一个基金会 突然成立了一家环保新媒体 叫做什么 叫做我们没有时间应对气候变化 这个媒体呢 就需要桑伯格这么一个站在瑞典国会大厦前的 这么一个少女的形象来帮着他们筹集资金 这里要补充一下 桑伯格她是个瑞典女孩 在瑞典呢 这么一个高福利高收入的国家 那里的大孩子特别多 什么叫大孩子呢 就是都长20多岁了 人都显得很帅真 阳光长不大的青春 在那个环境里真的很难很难找到一个像桑伯格这样的 一看就是眼神中充满着愤怒 充满仇恨的那样的少女 而且是很真切的 不是装出来的 不知道是疾病所致呢 还是做演员的父母培养出来 反正这样的形象非常符合需求 这家新媒体的掌门人呢 后来就被媒体捕捉到了 他是谁呢 瑞典政治背景浓厚的 一个叫做全球挑战组织的主席 他的名字叫做伦佐格 这个全球挑战组织的创建人呢 这伦佐格后面那个老板又是谁呢 瑞典政府的战略发展部部长佩尔松 是瑞典的执政党 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的政治人物 熟悉欧洲历史的朋友一听这个名字 社会民主党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有着浓厚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背景的左翼政党 那么这个组织里面的董事成员就包括了谁呢 包括了瑞典最大的商会 最大的地产基金 最大的投资公司的所有人 把他们的老板全算上了 怎么样 特有钱吧 这还没完 咱们继续往下挖 还可以发现 这些董事会里面还有个叫什么 叫做瑞典罗马俱乐部的主席 这个罗马俱乐部又是个什么东东呢 它是一个由政府高官、外交家、经济学家 组成的瑞典的精英俱乐部 咱们知道这个瑞典是最成功的 国家福利主义机制的北欧国家 对吧 强大的政府号称是人民从摇篮到棺材 都不用操心 政府一手管起来 那我们就要多问一下了 说这里的人民活得多滋润啊 这不活得挺好挺幸福的嘛 这和气候变迁有什么关系呢 好吧 这小姑娘桑伯格后面又有钱又有权 所以呢 她迅速的在国际上就出名了 各类宣传平台、各类媒体 2018年在瑞典夏天才开始巴克的桑伯格 是不是 到2019年到现在 一年之内 欧洲的联合国的论坛 这个TED什么时代杂志在内的主流媒体 都见了她的身影 世界最高级别的平台 还有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她也去了 然后还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一系列的重大的巨大的荣誉归到她身上来了 但她也几乎同时遭到世界主要国家领袖们的批评 普京、法国总理、德国总理、美国、川普 川普倒是没特别说的 但是美国政府对她也是有评论的 就是对桑伯格说她基本上是个单纯的简单的女孩 但是你这个简单的想法在很多国家你是不能使用的 是吧 你这理想是不能够简单运行的 还有是普京的话更绝了 他一针见血就说了 说这是成年人为了个人利用儿童和青少年 让他们去接触极端化思想 这还没完 我跟你说 就是她在欧洲获得了很多的这个矛盾 和世界评论的这个矛盾还不算 咱们继续追查下去 还可以发现呢 这个桑伯格后面还有人呢 就是刚才普京说的 那些有着个人利益的那些成年人究竟是谁 他们有着怎样的利益 刚才提到了 就是在瑞典的 这是可以全霸一方的这个激进组织 全球挑战后面一大堆的政治家 这个有钱人在它那个组织里 它其实还是一个更大更广泛的组织 叫做气候变迁下的现实 这么一个组织的分支机构 在瑞典的分支机构 那么这个全球气候变迁下现实这个组织呢 它简称叫做CRP Climate Realty Project 源头是在哪 源头就在美国这里 这个环保组织呢 是戈尔 就是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副总统戈尔创办的 叫A.I. Gore 那么戈尔正是用这个气候话题作为它后来的总统竞选纲领的 因此呢 瑞典这个站在国会大厦前面闹罢课的环保公主 只不过是瑞典国会大厦里面上班的那些政客们操作的一个童心 只是全球政商联合的计划的一部分 当然了 如果你说这个气候变暖的确是个真理的存在 我们都有责任去参与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气候变暖 跟我们推行的环保并不完全一致 知道吧 我们平时应该注意身边的环保 我们应该爱护这个环境 但是气候变暖到底是真相呢 还是一个谎言呢 真的是一个不可辩驳的真相吗 就像这个前副总统戈尔指导的 那部气候变暖宣传盆安一样嘛 越来越多的这个证据显示 联合国气候委员会是违背了这个学术规范 故意截取短期数据来符合他们的政治意识的 对于还有不同意见的这个科学家 他实行精确打击 只准联合国这边说 不准你这些说 这里面争论很多的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联合国气候工作委员会发布的 有一个图表 是什么呢 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日期 跟二氧化碳数值最高的日期重合的图表 这个数字怎么采的呢 是通过在南极州那个深层冰 它这个钻孔打深层冰上来获得的数字 上面一层一层的冰不同嘛 记载不同的年代嘛 所以从那里获得的这个数字 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就是什么呢 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多了的那些年份呢 就是全球要变暖的那些年份 但是细心的科学家呢 就做了一个动作 把这张图表放大了 就发现一个最重要的细节 那就是什么 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高值 总是要比气候变暖的那个年份呢 要晚几年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就是二氧化碳高排放不是气候变暖的原因 而是气候变暖的结果 先有气候变暖 才有二氧化碳的这个高排放 但是这样的颠覆式的研究结论 我们却被所有的气候变暖的拥护者视而不见 继续他们的运动 所以我们就要继续追问了 到底这些人要干什么 到底他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从一个小故事开始 这个1992年 美国爱达河州的众议员叫做鲍尔斯 当时92年时候 他还是科罗拉多大学的一个研究生 有一天他的导师就跟他说 让他到加州伯克利分校参加一个会议 他的导师跟他说 美国共产党最近有一个聚会 听说他们分裂出一个新派别来 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可是那些人已经认得我了 我老搞他们的研究 认得我了 要不你替我跑一趟 于是就这样 鲍尔斯就去一探究竟 这鲍尔斯本来以为说 这伯克利分校来这开会 都是一些激进的左翼青年罢了 是吧 没想到当天来了1400人 而且与会者都是50岁网上的主流人士 他一个个西装格里加着公文包 看起来是道貌安然的 鲍尔斯在那里听他们发言 觉得简直是难以相信 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哪 心里对美国充满了仇恨 一心想要把美国毁掉 这个会议呢 开了三天 与会的共产主义者们说 说苏联解体了 92年开的会嘛 91年解体了 说这共产主义军事道路失败了 他们将要执行B计划 什么是B计划呢 内部瓦解和颠覆 摧毁美国 乃至全世界 会议期间呢 他们制定了详尽的计划 包括怎么样搞垮美国的家庭 搞垮美国的自由企业 摧毁美国人的道德 说这三样是美国社会的基石 到了90年代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发现了 美国的女权运动电击人叫做Betty的 她其实是共产党的激进宣传人员 而且还是苏共独裁者斯大林的死忠支持者 她煽动女性 干嘛 离开家庭 鼓吹同居 代替婚姻 这不是把家庭的基本给毁了吧 还有当社会说支持堕胎 离婚 说这个儿童尽量早点脱离家庭教育 就这样啊 把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给毁掉 达到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面说的 对中产阶级家庭宣战的目的 1992年的时候 美国左派发动的环保运动那个时候 星星之火 别人也没看见它有什么发展前途 这些共产党人在会议上讨论说 美国中小企业占大多数 所以呢 如果能以保护环境的名义 制定出很多苛刻的法规 所以就会对这些企业捆住他们的手脚 让他们负担沉重无法正常运行 让他们垮掉从而达到搞垮经济的目的 不过当时鲍尔斯才25岁嘛 研究生嘛 对此不以为然 他说 计划太荒唐了 可能嘛 我想我有生之年不用担心它会实现 结果他就忘了这个事了 一直到了16年之后 2008年鲍尔斯已经担任爱达河州的众议员了 有一天 有一个企业主给他打了个电话 这个企业主拜托他说 千万不要让当时的一个环保法案通过 那个法案一通过呀 不但不能够对保护环境起到任何作用 而且会让他这样的企业无法维持生计 糊不下去了 那一瞬间鲍尔斯就想起来了 16年前1992年的一群共产党人 利用环保各种公共政策 准备毁掉美国的阴谋 他一下想 惊出一身汗了 原来当初计划的事情正在发生啊 结果他就开始认真调查了 发现当初开会那些人都在干什么 结果一看 好嘛 那些开会的那些会议的参与者 已经活跃在美国的各界 有很多的活跃在美国政府的最高层当中 那么他们的计划究竟时间多少呢 有哪些已经具体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了呢 川普不是在联合国喊话吗 说美国坚决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这不是空穴来风啊 上个星期周末 正好了 你看我有幸请到了美国问题专家方伟先生 来做客 江峰时刻 跟他聊的就是这个气候变迁的事 他就是华文媒体当中 最早采访鲍尔斯先生的一个媒体人 我想就在这个周末吧 咱们这个星期六星期天 把这套节目咱们后面的编辑好了 就放在我的会员网站当中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分享 方伟先生的观察和思考 究竟这共产主义者在美国做了什么 他们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多少 他们的目标能最后实现吗 这就是从《时代》杂志评选2019年度的 这个封面人物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我觉得吧 咱们这个时代很不简单 当年的一切暗流 现在已经不说暗流涌动了 已经是变成了激流了 不过这也是好事 这坏到了极处 坏到了表面上来了 也到了痞疾太来的时刻了 《江峰漫谈》 我们下回再见